110选年度会考自然科 第21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下列分别是 阿牧与小飞两人将 锂 亚 甲 钠 钠和奶 共六种元素分类的说明 阿牧 依照常温常压下 元素是否为固态进行分类 小飞 依照是否会和水反应 冰冒泡进行分类 两人最终都是将 锂 锂 甲 钠分成一类 亥 亚 奶分成另外一类 万一两人分类的说明 下列合得正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里面 它的叙述 首先是否为固态 这个部分是属于物理性质 是否和水反应 并冒泡 这个部分是属于化学性质 所以比较四个选项里面 只有第四个选项才是正确的 如果同学对课程的内容 还有概念有疑问的话 可以继续观看后面的概念讲解的部分 认识物质 一般物质有哪三态 我们可以从图表上看到 物质可分为固态 液态与气态 这三态 在固态的方面 它的体积是固定的 它的形状不随着容器改变和改变 液态的体积也是固定的 它的形状会随着容器改变和改变 气态它的体积不固定 它是可以被压缩的 所以它的形状也会随着容器改变而改变 第二 物质的变化跟性质 可以分为哪两种 可分为物理性质 所谓的物理性质 就是用观察 测量等不改变物质组成的方式 方法就可以察觉它的特性 例如质量、密度、融点等等 而化学性质 就是当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时 所表现出的特性 例如可燃性、猪燃性 还有酸碱指示剂的颜色变化 这个称它为化学性质 分离食盐和细沙的实验中 我们会使用简易的物质分离的方法 如下 我们将水、食盐跟沙子放在沙杯里面 透过溶解过滤 以过滤的方式 来分离颗粒大小不同的物质 就可以将食盐水溶液与沙子分开 接着我们将食盐水溶液 以蒸发洁净的方式 以加热的方式 来分离费点不同的物质 就可以将食盐水溶液分成水 与食盐的晶体 而达到简易物质分离的目的 存物质跟混合物的定义如下 所谓的存物质具有一定的特性 例如存水有固定的肺点 在涂上存水的肺点为100度C 而混合物 它的性质会随着物质混合的比例不同 而有所变化 例如加两汤匙的食盐 到水中 测出它的肺点 约为101度C 而加入四汤匙的盐 到水中 测出它的肺点 约为102度C 元素的探索 在元素的探索历史里面 我们必须认识几个重要的人物 雅里斯多德 他的理论重点是 他延伸了古希腊著名的四元素说 他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由 气 我 土 水 四种元素所组成 接着英国的科学家波尔认为 要透过实验 才能验证物质的组成 带动了之后的科学家 陆续进行元素的探索 法国科学家拉瓦杰 重现的其他 化学家们的实验 将水分解出两种气体 并将它 匿名为氢气 与氧气 金属与非金属的比较 首先在金属的部分 它具有 金属光泽 大部分的金属都为固态 银灰色 具有很好的 岩性跟转性 也是电跟热的 量导体 例如像铜线 非金属的部分 它的共同性质是 颜色差异大 大部分是气态或固态 不具有岩性跟转性 它是电跟热的不良导体 例如柳粉 元素命名的规则 首先在金属元素的部分 以固态的金属为力 锂 钠 铁等等 都具有金质旁 液态的金属 是拱 在非金属的部分 固态的部分 常见的有碳 锡 锂 磊 瘤 点 等等 液态的有锈 在气态的部分 常见的有氢 淡 氧 氧 氧 氯 氯 氯 等等 它都皆具有气体糖 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不同元素在生活中的应用 黄铜 是铜跟鑫的合金 我们常用来制作乐器 不锈钢是铁跟铁链等元素的合金 我们可以用它来制造保温杯等等的器具 K金 是在金中加入银铜鑫等其他金属 用来补强纯金太软的性质 可以增加它的强度 铲石 铲石除了可以制成饰品之外 因为它非常坚硬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来制作切割玻璃的铲石刀 石墨 石墨受到外力非常容易剥落 所以我们可以用来书写或作画 此外 石墨也是少数能够导电的非金属元素 可以制成干电池的正值的碳棒